说起不老男神,在娱乐圈中还真有这么几个人,虽然年纪已经很大了,但是容貌和性格却是一点莫变,很想知道这些人平时在私下是怎么做保养的。 说起不老男神,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何老师了,应该没有人反对吧,作为在主持界有一定地位的他来说,不光人缘好,而且长得好,怪不得现在人气越来越高了。 还有一位是和何老师同岁的林志颖,很多80后和90后的孩子们,都是看着他的电影长大的,如果不知道林志颖的年龄有多大,你问问郭德刚就知道了,因为这两人同岁。 但是站在一起的话,说是父子也不过分吧,还有一个不得不说的,这个人就是钟翰良,其实在四五年前,知道他的人都不太多,因为中间退出过一段娱乐圈,重新复出的他,还曾被人认为是小鲜肉。 但是殊不知,钟翰良今年已经44岁了,很吃惊吧,现在重点来了,上面说的几位不老男神在他面前都会黯然失色的,不知道大家认识郑小秋不认识,估计00后没几个人认识,就连90后认识的也非常少吧。 今年已经71岁高龄的他,似乎在他身上看不到一丝岁月的痕迹,这到底是吃什么肠的啊,也太会保养了吧。